去年年初微星更新了4090的旗舰型号泰坦GT77HX 它是2023年我们测试过性能最强的旗舰游戏本 一年过去了 微星准点推出了它们的新旗舰 TITAN 18 Ultra 2024 新的TITAN系列更换了以往的命名方式 新的型号从TITAN GT換成了TITAN加上Ultra和Pro 目前上市的型号有TITAN 17、16、TITAN 18 Pro、TITAN 18 Ultra 其中TITAN Ultra和Pro整体模具尺寸大小一致 最高可以搭载i9加上4090 而且都是4个内存插槽 今天我们评测的就是TITAN 18 Ultra的顶配 它的表现如何呢?会比前一代更强吗?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吧 先来看一下配置 TITAN 18 Ultra用上了目前游戏本里最顶级的组合 CPU是老熟人i9-14900HX 24核32线程 显卡是RTX4090 175瓦 内存我们拿到的是128GB的版本 由于英特尔平台的限制 四插槽的机型插两条是4000MHz 插满四条是3600MHz频率 而我们这台就是插满的状态 固态硬盘是两个PM9A1组锐0 容量4TB 屏幕是一块3840x2400分辨率 120Hz刷新率的迷你LED面板 标称色域100% DCI-P3 目前它的官网参考售价为41999元 这个价格也是土豪征选级别的 对应也有64G或者4080的版本 售价会相对更加便宜 照例我从外观入手 TITAN 18 Ultra跟之前的TITAN GT77 在外观上的改变还是不小的 A面是熟悉的金属外壳 和支持RGB变色的龙盾标志 屏幕支持单手开合 B面换成了16比10比例的屏幕面板 屏占比更高了 舒服了不少 C面除了微星常见的cherry轴机械键盘之外 还增加了一块万托一体化的玻璃触控板 通过内置马达振动反馈来模拟按压 喜欢RGB触控板的可以开启灯效非常酷炫 那如果你喜欢低调一点的就可以关闭特效 触控板和万托浑然一体很有高级感 这一点在其他高端轻薄本上有见过 在游戏本里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这块触控板的按压反馈比较生硬 感觉能须再调教 地面上方的位置是凸起的 做了不少进风网孔 条纹风格化样式也更加现代 整机的风格相比Titan GTT7 HX还是做了非常多变化的 银色搭配蓝色给人感觉很有精神 也很有游戏范儿 很现代 不过像以前那么要沉闷 接口方面 机身左侧是两个USB-A10G加上一个SD路卡器 右侧有两个雷电4加上一个USB-A10G 后方有RJ45网口和HDMI 这个接口规格在同尺寸游戏本中并不突出 但值得一提的是 雷电接口均支持独显输出 这一点在新的游戏本里是比较少见的 厚度方面 Titan 18 Ultra实测24.1-31.7mm 这个厚度并没有比Titan GTT7 HX更薄 但是机身的长度要明显短一截 虽然是变相降低了体积 重量3.6千克 仍然跟便携不粘边 不过Titan 18 Ultra少见的采用了单个400W功率的适配器 外形上跟常见的300W区别很小 重量1.1千克 体积适中 这个功率在目前游戏本市场里是一枝独秀啊 如果下一代旗舰游戏本的功率还是这么高 那400W的普及还是很有必要的 屏幕方面 Titan 18 Ultra换成了一块16-10分辨率的miniLED面板 型号是这个 分辨率从2160P提升到了2400P 这块屏幕支持DisplayHDR1000 可以体验更深度的HDR影音效果 屏幕的色域、色准、亮度的表现可以看这张图 色域覆盖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色准表现不太好 在sRGB、DisplayP3、DCiP3下色偏都较为离谱 出厂可能没有进行过校色 出现在旗舰机型上属实不应该啊 另外这块miniLED并没有加入分区背光全开的控制开关 这一点对于实用体验还是有影响的 建议微信后续能够对它进行优化 下面来看一下重头戏 性能 CPU用的是i9-14900HX 是今年游戏本的常客 规格都比较清楚 我就不重复介绍了 在Titan18 Ultra上面 15次R23循环 得分在32000-33600分之间 功耗我们拉了一下折线图 好家伙 14900HX功耗波动比较剧烈啊 首轮基本上都在200-230W之间 极为激进 是目前的顶级水平 后续能则是在180-210W之间 依旧很凶残 至于波动的主要原因还是散热导致的 CPU在跑分过程中会一直撞到95度的温度墙 基本上也跑到了它的散热极限上 单核方面 R23单线成为2092分 可能是由于单核测试中部分核心过热 会触发TVB降频 导致单核的成绩比预期略低一些 显卡方面 Titan18 Ultra搭载的是175W功耗的RTX4090 开启狂暴模式之后 默认核心会超频100MHz 实际生效为90MHz 在标准电压0.94V下 对应频率为2505MHz 实测Time Spy为22327分 比我们去年首发测试的GT7时候持平 Fire Strike Extreme和Superposition教室也是类似的表现 教室的差距最大 接近5% 在游戏中 凭借着这套配置 Titan18 Ultra还是获得了不错的表现 原生2400P的分辨率 175W的笔记本4090 可以应付大部分3A游戏特效全开 在基准测试里跑到60帧以上 部分对于硬件苛求度较高的游戏 像是2077 斩锤3 仍然在4K下有些困难 建议还是控制一下特效 并开启DLSS3提高帧数 如果是对比1600P的成绩 那4090目前对比主流级别的显卡仍然保持了断档级的领先 压力不高的几个游戏都能保持在刷新率以上运行 游戏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网游这边 Apex在压力场景下只有一小段时间跌落到260帧 其余基本上保持在了最大300帧限制下 COD20在分辨率降低之后成绩也是一记绝成 FF14的成绩表现相比其他两个都比较一般了 猜测可能是因为内存性能受限导致的 生产力这边 我们测试了PR跟PS的性能表现 相较于主流的4060、4070、4090的机器 对视频编辑的优势会比较大 差距主要在显存和内存上 部分4K视频的播放和处理会明显加快 甚至部分效果在显存不足时没有办法运行 大内存加大显存在处理负载工作时基本上是必要的 坦坦18 Ultra最高能加装到192GB的内存 在主流消费类笔记本平台 这个容量也是最大的了 面对真正需要这些条件的用户 这台电脑是为数不多能满足需求的产品之一了 总的来说 TITAN18 Ultra的游戏表现是还可以的 i9加上175W的4090 基本上可以渗用大部分游戏跑在4K分辨率上 还是很给力的 不过内存频率的降低对于网游的表现还是有一定影响 相对的它在生产力方面会带来一定的优势 毕竟在笔记本上这两者是不能兼得的 只能在容量和性能之间做出取舍了 看完了性能部分下面进入到拆解环节 作为肌肉类游戏本产品 TITAN18 Ultra的拆解难度不高 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配合撬棒即可取下后盖 拆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大面积的均热板以及内存频率罩 内部部件的性能表现通过这张图可以一窥究竟 大家可以暂停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电池容量虽然很大 但是这类高性能产品的功耗也很高 续航必然不会很强 另外RAID 0是默认设计 可以提供比较高的性能 如果你比较担心RAID不稳定 也可以拆分成普通模式 总之这台机器的扩展性基本上是拉满了 非要我说有啥问题 那就是4个硬盘为下一代能不能再加上呢? 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散热 TITAN18 Ultra改成了旗舰游戏本常见的双风扇加上均热板的设计 对比下直立机器可以看出 这两台机器的机器设计思路不太一样 直立机器是把散热模组外置 靠4个风扇加上热管的形式吹走热量 而TITAN18 Ultra为了收窄一点机身 散热上做的相对比较克制 均热板加上热管尽可能的减小了体积 而且微星是目前几乎唯一一家在高端游戏本上 继续使用相变式硅脂作为导热介绍的厂商 具体表现如何我们通过散热测试来看一下吧 室温25摄氏度单靠FPU 14900HX呈不规律性的波动 平均大约171W 温度93度 批合频率在3.7-4.0GHz之间波动 小核为3.5GHz 单烤显卡RTX40905能载了175W 72.8度 频率1620MHz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CPU没有负载 但被散热模组加热到了93度 双烤CPU加GPU可以保持在92加上175W左右 大约267W 温度为88加74度 开启强冷之后 CPU和显卡降低了5-7度左右 功耗表现接近 表明温度方面 键盘键帽最高温出现在了核心区域附近 最高温键帽在默认双烤时达到了49.2度 高温区域面积较大 WASD的位置来到了39.4度 有热感 把风扇开启到强冷模式之后 温度会略微下降 不过高温面积仍然比较大 噪音方面 狂暴模式下烤机58.2分贝 切换到强冷后 噪音进一步提升到63.7分贝 声音很大了 如果不是极限跑分或者烤机 那建议玩大型游戏时采取狂暴模式 中小型游戏用平衡模式就够了 总的来说 泰坦18 Ultra的性能释放比较极限 但为了实现270W的功耗付出的代价比较大 在使用了均热板之后 显卡的散热压力小了 CPU的散热压力反而增加了 同时 新母居的键盘隔热还需要加强 满载状态下温度比较高 噪音也达到了双风扇机型的峰值 对于使用体验来说 反而会产生影响 不过 从目前的市场来看 它除了自家上一代的旗舰之外 几乎没有对手 可虑到它使用的是相变式的硅脂导热 而不是什么液晶 人能保持这么高的性能释放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就算表现略微不及预期 它仍然是目前笔记本行业内的顶级散热水平 最后来到了我们传统的折腾环节 既然是目前散热最强的14代游戏本了 自然要来尝试挑战一下超频了 我们使用空气净化器作为散热辅助手段 室温大约是20度左右 在BIOS内使用快捷键解锁后降低AC lowline来到0.9毫欧 接下来关闭TVP、Overclocking Lock、UVP和CEP 最后再把ICC Max放开到了512A TDC保持默认不变 在这个条件下已经可以跑满5.2G加上4.1GHz的标定频率了 此时R23分数大约是36800分左右 进一步把大核心提升到5.4GHz后 分数最高能跑到38000分附近 这个分数比默认的33000分又提升了15% 提升很可观 不过此时的温度电压都比较高了 而且小核心的频率设定不生效 在不降低室温的情况下 目前直线成绩基本上也就到这了 综合来看 这套CPU的散热表现对于室温的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在有散热辅助的情况下 它的效率还是很不错的 24核的处理器总算能够在笔记本上全力发挥了 相当给力啊 好了 那看完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各位对于这台电脑预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这类总结的三条缺点供给各位参考 TITAN 18 Ultra 2024是微星继TITAN GT77 HX之后 在高性能产品线内又一次探索和尝试 极高的扩展性 唯一的400W功率适配器是它非常明显的优势 也是目前业内绝无仅有的 除非蓝天ROG或者外星人再把双适配器复活 否则接下来的版本它在旗舰机的位置上是继续称王的 不过即便这次用上了新军热版方案 最终达成了270W的性能释放 但是温度和噪音控制的就没那么出色了 另外作为面向专业生产群体的产品 运你LED的分区背光控制功能理应成为标配 身为一台旗舰机笔记本 我们希望它能做得更好 作为2024年少有的仍然在坚持做鸡肉游戏本的厂商 卫星仍然在推陈初心 但是今年的进步相比GT77高面实实 让我觉得少了那么一次惊喜 多了一次担忧 未来它们能否再度突破自己呢 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放来个长按点赞 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交流卖本性的帮助电脑小白继续笔拼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